持续关心以色列对加萨的攻势 传出加萨北部仅存的一间医院也成为目标了 不过另一方面是以色列跟哈马斯似乎已经达成休战协议 哈马斯是同意释放50名人职 而且以1比3的比例来交换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 借此来争取停火4到5天 以巴人之协议有了重大进展 美国白宫就是有一定的把握才敢对外松口 达成人质协议不远了 人质家属们焦急煎熬 等了一个多月总算判得好消息 但是人没有平安回家之前都有变数 根据谈判桌上的草案 哈马斯第一批渴望释放50名人质 妇女跟孩童优先 哈马斯政治领袖也随后证实 以色列可能会同意战时停火 但是要停多久 细节还是瞧不拢 达成停火攸关的不只是人质安危 还有人道物资能否安全进入救援 现在北加萨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危急 当地最后还在苦撑的印尼医院 也被乙军包围 好几辆的坦克车列队 还传出向医院开火 院区建筑遭到炮火击中 天花板崩落如废墟 哈马斯官员就宣称 至少12个人死在乙军的炮火之下 越南的医护人员难民跟病患加起来 总共还有超过2500人 恐怕重业西法医院的孤立围困 只是国际舆论踏发不断 要求乙军实施打击都得有所本 就拿西法医院来说 乙军总算是带外媒记者眼见为凭 医院底下真的有哈马斯的地道 神秘的大门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乙军以安全为由 没有公开 军事专家说很可能就是哈马斯的指挥中枢 另外一段乙军公布的影片 还拍下哈马斯把人质抓到西法医院 但吊诡的是这次哈马斯没有否认 光凭这一段画面 顶多就看出哈马斯有在医院活动 但是要证明哈马斯真的有拿医院 来掩护军事设施 证据力恐怕还称不上一刀毙命 另外一支乙军地面部队攻入加萨的一座清真寺 这次马上就拿出密录画面来佐证 乙军宣称发现大批的军火 还有一座存放火箭的实验室 因此视为是合法打击的目标 此外加萨中部跟南部又遭到乙军的空袭 听乙军的话离开北加萨 还是可能随时会丧命 更惨的是因为雨季到来 加萨刮风又下雨 难民们住的单薄帐篷风雨飘摇 现在乙巴人之协议或许能患得 短暂的喘息 但是若不能彻底终结数十年来的纷争 安稳的日子只能奢望 而在乌俄战争方面 乌克兰的反攻有新的进展了 军方宣称是狙击手 狙杀了3.8公里外的俄军 这是打破了子弹飞行距离的新记录 而另外在美军的援助之下 渴望是有F-16战机来加入战局 而有了这样现代化的武器加入 乌克兰有信心 能够在空战当中和俄罗斯分庭抗力 炮弹爆炸 子弹穿梭 乌俄正面交锋 乌军第三突击旅 在装甲车掩护下小心移动 锁定前方豪钩 分批冲刺 紧盯躲起来的俄军 乌军在巴赫姆特南侧 安德里伊夫卡 突袭俄罗斯部队 逼退敌军 但写战后的成果 其实并不多 乌军战场 乌军战场大多时候 还是靠迫击炮 死守前线 其实乌克兰主力推进区域 不在巴赫姆特 而是南部赫尔松 士兵搭橡皮艇 悄悄越过地涅泊河 我确实在是在迪迪南 曹长得比人高 地涅泊河的左岸 几天前还是俄军阵地 乌克兰号称把敌军 从河岸往后推了3到8公里 压迫俄军往赫尔松 发射炮弹的空间 但就算渡河退敌 拿下几星起来 最大战果还是很难 扩大优势 连炮弹火箭护射 乌克兰也占不上便宜 另外天气问题变冷变湿都是大考验 更让乌克兰着急的是国际关注度 不过就在星期一 来了场及时雨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闪电访屋 在中东冲突占据新闻摆面的时候 奥斯丁来访无疑是帮乌克兰打强心针 美国承诺无限其支持 至于来自欧洲国家的援助 乌克兰最期待就是F-16战机 罗马尼亚刚刚开设了一座 北约F-16训练中心 乌克兰飞行员可能在明年初 会到这边接受荷兰空军指导 但F-16并不是无敌战机 光是俄乌战场上 就可能没办法应付 俄罗斯的S-400防空飞弹 战机作战高度和范围 恐怕得一大折扣 游战场上也可能太多了 但我真的看到他们要得到F-16 话讲得保守 F-16战机或许无法大幅扭转战况 但乌克兰还是希望 西方武器能帮他们达成 夺回克里米亚的目标 TVBS新闻终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